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感谢收看我们的视频节目 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在讨论什么样的翡翠适合男士又适合什么样的女士了 但是呢,却忽略了小朋友这样一个群体了 所以今天的视频内容呢,我们就着重找一下在珠宝市场上 我们所能见到的一些常见的或者不常见的适合小孩子的一些翡翠视频吧,走着 首先咱们看到的这种啊,就是比较适合小朋友佩戴的一种佛工了 它呢,和成年人佩戴的那种佛工呢,主要一个差距就是在于规格上了 像这种咱们拿的非常小 另外呢,还有最常见的一类啊,也是目前市场上比较最受欢迎的 就是咱们手上拿的这种宝宝佛了 这个下面大家也要一定的了解了 因为呢,就小朋友戴的翡翠挂箭一类啊 宝宝佛呢,应该是知名度最广泛的了 它呢,是属于佛家题材 但样子呢,却并不是很严肃,有点Q版的意思了,比较的萌 所以一直以来也是比较的受欢迎了 类似咱们拿的这种啊,规格虽然不算是很大吧 但是呢,刻画呢,都比较精细,所以偏肿水的类型了 既然有宝宝佛,那就肯定啊,有与其相对应的宝宝观音了 所以呢,我们也是特别找了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参考一下了 同宝宝佛一样,宝宝观音呢,一般也是肿水类型的比较多了 并且呢,相对传统的正装观音不同 它也是呢,不再嫌得那么严肃 也是一种比较Q版的形象吧 如果大家比较熟悉市场的话呢 应该也能了解到啊,大多数适合小孩子佩戴的粉丝视频啊 几乎都是偏肿水类型的比较多了 很少呢,有那种燕绿的啊,浓紫的 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呢,在个人看了啊呀 肿水啊,更多的也有纯洁的意思了 而高色呢,往往也意味着张扬 所以呢,想必啊,也是大多数家长啊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低调、纯洁、保持初心 而一成不染啊 另外呢,除了佛家题材以外 还有比较适合小孩子佩戴的 那就是平安扣了 比方说咱们拿的这几种类型的 就比较适合小孩子了 一方面呢,他们的这个规格啊 都不算是非常大 另外一方面呢,种水啊,也足够好了 对于小规格类型的平安扣呢 不管是放脖子上佩戴 还是手上佩戴 那都是可以的 当然了,对于平安扣的选取呢 也是主要根据小朋友的确体年龄来看了 一般来说呢,年龄越大 相对应的这个平安扣的规格呢 要选的更大一点了 当然了,还有很多的随形巧雕的题材啊 也都是为了小朋友而量身定制的 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泛了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去找几个案例啊 给大家参考一下吧 咱们一共是花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来给大家凑齐了这些 比较适合小朋友的 一些随形巧雕的瓜间的型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有孔明、如意、金鱼 还有胡瓜、皮羞、葫芦等等了 可以发现他们整体呢 基本都是偏精致小巧的类型了 有些人物风格的 以往给人一种严肃的样子 但是现在呢,也都做成了一种可爱风了 当时有一个类型的粉碎视频呢 虽然说是给小朋友们量身定制的 但是呢,我个人却不推荐大家考虑了 其实呢,也就是咱们拿的这种镯子了 它的学名呢,叫做儿童镯 至于其中原因呢 其实大家细想也能明白了 我们知道,小孩子呢,是在不断成长的 如果很小的时候呢 他们就佩戴了这种儿童镯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手腕变粗 但是呢,这种镯子呢 却不会变大了 而这种镯子呢,如果说不能及时移除的话呢 那势必啊,将会影响小朋友们的这个健康成长了 那么看到这儿啊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一个规律没有呢 其实目前市场上 常见的适合小朋友的翡翠挂件 绝大多数啊,都是比较小巧的了 道理呢,自然也很简单 挂件一类呢,本身就是根据各自的体型选择了 小朋友太大了,肯定得勒脖子 所以说啊,得非常的精致小巧才行啊 另外呢,特色方面啊 主要还是咱们前面说的 中水为主,特色为福了 不过呢,对于年龄太小的孩子 我个人觉得家长们还是不要太操之过急了 给他们佩戴一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啊 反而呢,会影响他们自由成长 健康生活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啊 到这儿就结束了 希望小朋友们的多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吧 关谷珠宝成立于广东 拥有国家注册商标 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 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 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 精雕细琢 支持私人定制服务 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 关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 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港澳台等地区 有很高的声誉 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关谷 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 那是您不了解翡翠 关注我的微信 78872456 学习更多翡翠知识 判断翡翠的价值 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力 买翡翠 找关谷 微信 78872456 关谷珠宝向您承诺 全厂保证翡翠A货 送国检证书 支持全国附检 可以淘宝交易 假一赔时 鉴赏期内不满意 可以无理由退换 同等翡翠所收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 可以随便对比 微信 78872456 请不吝点赞赞赞 relie focused какая 请不吝点赞 好